本节目由欧赖亚美发 挑战不同消发问题 欢迎播出 主要就是因为不是刚刚大意进来 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无依无靠 然后就会莫名的就是特别想家 其实他跟我挺像 因为我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圈子里面长大 所以那个时候又是觉得我很想上大学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从一个普通的高中 然后念上一个艺术类的大学 所以我跟我的同学的就是艺术类的水平都差得很远 我就很慌张 然后每天我妈打电话就哭 我说我完成不了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我干不下去了 就这样 然后我妈就说没事 你就慢慢来吧 因为人总会有一个过渡期 都是这样都会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就正常看待这些压力 我也是从小就是跟我妈妈他们分开 但是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家的时候 你摸一下你自己的毒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地方 就是连接的地方 他不给他妈打电话 这样的方法 蛮感人的 听就好像很像 幸运还其实 不打电话其实不是不想念 只是我不说 那有时候 有时候 我摆在就摆在心里 但是你知道 你妈妈知道 得了 对啊 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清楚 但是就是可能 就是不太会表达 而且我们俩 就是我从小 到大这个方式 就是我们都不是这么表达 就还好 但是我每次出去玩 都会给我妈带东西 她主要就是 哎呀你不要费这个钱了 但他们都很开心的 我 要哭了 没这 所以今天 我们俩对你们 你们俩的解答还满意吗 好吧 那祝福你们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你们都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 想要去的地方 很好的归宿 不管任何时候 你们都能够很快乐地做自己 在大学青春的时候 把握好自己 嗯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任务 要继续 继续行动 现在就是我们想要去看一下 宿舍里面的情况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出去 大家都还没有休息吧 对 我们偷偷的 我们应该要 有方法可以偷偷带我们去 那偷偷带我们进去 秘密行动 我们可以的话 回校去 不明知的小路 对 好吧 好 好 我们走